这个老六怕是修仙界最惨的修士 吞下胖地的大道精髓 修为不但没有提升 反而还失去了倒饮圣体 石峰啊 你怎能这般猴急 大道精髓不是用来吃的 就是就是 菜子可以吃 大道精髓不能直接吞苦 老夫佩服你 竟毫不犹豫一口吞掉大半块 还有什么方法补救 感觉我的倒饮圣体正在慢慢消散 我们把这个菜子带回去给仙人 兴许仙人会赐下好处 能帮你恢复圣体 走走走 我们现在就回去 感谢两位 送来的滑滑操操 我很喜欢 若不羡气 今晚留下来吃个火锅 先生 火锅是什么 看来二十一世纪的名次 在这个休闲世界并不实用啊 火锅嘛 就是烧开了水 往里面仿石我 那岂不是与古董羹一样 对对对 就是古董羹 古董羹是什么 安兰道友没吃过 喂 没吃过 那今晚 就在我这里吃古董羹 先生 我们回来了 你这两个捞柳 把我的小毛咪乖去哪里了 安兰道友 好久不见 石丰前辈 好久不见 这位是 这位是原情 原地族女 幸会幸会 在下石丰 石丰道友好 先生 这是我们给您带来的菜子 还望先生不要嫌弃 就这么激励 这也腿头们了吧 怎么有一股酸菜味 不嫌弃不嫌弃 让你们破费了 今晚我们吃火锅 先生手艺真好 身体恢复了 一口热汤下肚 瞬间恢复倒饮身体 修为还精进不少 那是自然 仙人何其超然 早已知晓我等遭遇 并不会亏待我等 石丰前辈真是狠人 大到精髓都敢生吞 别提这事了 心里挺难受的 天哪 仅仅是喝了一口汤 我竟触碰到圣人门槛 原情姑娘 习惯就好 跟着先生 把事办好了 修为就跟闹着完事的 成帝怕是指日可待 成帝 就你这点出息 你以为仙人是普通的仙人 对对对 小落水说的对 我们家仙人 怕是仙祖级别 能够好我们 还有成仙的一天 当真有成仙的机会 仙 何其飘渺 我 我不敢想 你们能着干什么 甩肉吃呀 吃吃吃 你们修是九十号 高来高去 自由自在 我很久没出过青山阵了 先生 莫不是想出门游玩一番 香是香 但是不知道去哪里 先生 下个月 青州有一个修士盛会 届时 因地各州的修士 都会去参与 热闹非凡 说有兴趣 可以去看看 何止是因地的修士 其他三地的生灵 都会去参加 羡慕你们 我紫霞门底蕴太监 参加的资格都没有 紫霞门都没资格 我一个犯人 岂不是更没资格 我看还是算了 你若是没资格的话 这方世界 怕是没人有资格了 先生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 我有几个挚友在青州 弄几个邀请函并不难 我原族就在青州 明日 我与天机道友回去 把这件事安排妥当 这么一说 我还真想去张张见识 待在燕州 却是有些无聊 我愿为先生保驾护航 那实在太感谢各位了 我去拿点青菜 你们闲吃 这是一件大事 做好了 闲人并会赐下天大的好处 若是办不好 各自卷不该走人吧 请天机道友识下 我和原情姑娘先去青州 把那边的事物安排妥当 时封负责保驾护航 还有我 还有我 要切记先生的机会 先生以凡人游历红尘 我们一定要把他当凡人看待 可是白人怎么去青州 我遇见飞行带先生过去 就你那乌龟速度算了吧 碾车 必须要有碾车 去哪里找妖兽拉车 妖兽包在我身上了 我有个挚友 很适合干这行 是了 我倒是忘记你这个妖兽了 你才是妖兽 我是仙人养的小猫 那 那我干什么 你吗 先把脸洗洗 贴身服侍仙人起居吧 可是 可是我放不开 放不开也得放 这可是落大机缘 如若仙人有点什么刺下 定是你一生的福运 刺 刺下什么 akan 你好 是 你